各位同學晚安 今天是禮拜天 剛剛睡醒 看我的睡眼腥鬆的樣子 就知道我閨西大法剛醒 也吃完防疫餐了 所以今天上午不錯 上了一堂 James同學的例行性的 禮拜天的一個 國防外交相關課程 這樣子 James同學也剛剛考完外交特考 聽說考得不錯 所以在這邊也預祝他 一些這種考運都能亨通 那我們在課程當中聊的當然廣泛的都是 外交國防國安這一類的議題 那他本身也是 類似軍宅 問到了我昨天這一集裡面講到的金門秦天廳的問題 我們來聽聽看我怎麼講 我今天就當個小單元 來解答這樣的一個問題 聽聽看我昨天怎麼講的 當然開始聽之前也是要恭賀中二選區的當選人 那個都能夠我們這次選舉都能成功 滿成功的 然後 零場所的這個罷免也沒有通過 所以我們的 充分表現出民主的 成熟跟這種風範 我們 在這邊都表示 很多人還沒有開票之前 我下午在上課的時候 上到下午的時候已經有很多 我在士林上課 士林裡面我常常去那邊很熟的 外場的服務生我去上廁所的時候 經過他都跟我講說偷偷跟我講說 他家住萬華 已經去 投完票了才來上班的 他投 反對罷免 表示林常佐的支持群眾 民眾蠻多的 台中 我相信我台中 住在 龍井這個地區的附近的 同學 的學生 應該也投出了神聖的一票 都不錯啦 這是一個 很不錯的 屬於正向正能量的一個好的民主的成熟 發展的一個 一種 展現 那講完之後應景完我們來趕快看一下我昨天講了什麼 因為這個君宅同學 James同學說他不知道我講了什麼晴天廳是什麼 因為他沒有到過金門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昨天講了什麼 忙到就就請就按時就請 不可能會有時間讓你打麻將蓋一片 表示 像陳文帆52級這種屬於 保皇派的 太監出來的 他不會管部隊 人家也知道你不會管 到處都是死角 這樣子 這是為什麼我講說太監出身的 下部隊一定亂 我們不是隨便亂講 有歷史證明 紀錄可考 所以這一次Armicron的 這種外來 當然有人注意到機場是不是境外移入 我一直在講 金房部的指揮官賀政回來之後交接給陳中文 56級的陳中文 進去第一件事情就跟著金房部的那個不撐頭的老弟正在主任 開 類似開趴的意思 所有人迎新集合到晴天廳裡面那個密封的 坑道裡面去 脫罩狂歡 會不會是從這邊也傳進來的 我就說那個是一個 防疫上面要開閥的一種行為 這樣子 這個是我昨天講的 呃 陳中文 76年班我這件衣服就是跟他同個年班時候做的 呃 陸院 他陸軍要逼我早兩個年班 我是78年班他76年班 陸院我跟他同個年班87年班 那他 從 陸軍 總部 現在不叫總部陸軍司令部 參謀長 任內調金房部司令 第一件事情就是 報紙披露的 我也不知道 脫罩 開趴 狂歡 但是重點 我們不反對這種 屬於康樂活動 因為 前線嘛 呃 大家 緊張之餘 緊繃之餘 能夠 呃 大家居民同歡一下是不錯 但是不要忘了 在 阿蜘蛛狂疫情來勢洶洶的情況下在 晴天廳有同學不知道什麼叫晴天廳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在裡面 700多個人 群聚 狂歡 有很多人脫罩 不按照防疫規定 是不是造成極大的破口 我相信是 我們來看看晴天廳是什麼 因為很多人沒到過金門 他是泰武山三富人工地下花崗岩的岩洞 那這個講真 老講題的晴天廳 開挖的過程我們先不管反正就跟 橫山指揮所開挖 開挖橫貫公路開挖挖把一樣 用人工徒手挖 用炸彈 炸要炸 他開挖之後 作為一個 禮堂 的這種 類似的場所 所以他是個花崗岩 的岩洞 大概就像一個 電影院這樣子 那我進來 這我進來過了 樣子這樣這是一個密閉的密封密閉的空間 如果有700多個人在這裡面 脫罩狂歡 絕大多數人都沒有 戴口罩 脫掉 會是多可怕的一件事 時間是在 去年的11月30號 的所謂的 金房部的一個 對親 70周年的對親去狂歡 剛好是陳中文 上任之後 順便 順便 迎新 所以這個是一個會群聚的地方 不是戶外 看到沒有 山洞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會不會造成群聚 恰不恰當 我認為極度不恰當 所以這次 大家把重點 像我前面講 把重點放在機場 有外來 沒有錯 這會不會是一個很大的 非常 不恰當的 防疫的一個 破口 我們來看一看是不是 我不講是不是 我個人認為是不代表一定是 但我認為極度不妥 我們防疫 軍方每一次都標榜 化學兵 又出去消毒了 很辛苦 你左手消毒 右手 製造 病毒破口 這什麼意思啊 好這樣子 那這個也不是我亂講的啦 我自己覺得很驚訝 我們看一看 怎麼回事 保家衛國的第一線 他們的健康呢 是不容忽視的 但是呢 金房部舉辦了72週年 不慶 活動現場可以看得出來呢 真的非常的熱鬧 只是呢官兵弟兄 似乎呢 也忘了要防疫了 把口罩呢 拉下一半 甚至呢 有人直接呢 把口罩拉到下巴了 很多人看到這樣子的畫面呢 就很擔心啊 說呢七百多個人聚集在室內空間 而且還沒有戴口罩啊 一天出現防疫破口的話 恐怕就會影響到金門的戰力 戰鼓聲響起 隆隆的鼓聲 毀盪在晴天廳 花人們大秀 驚實的身材 展現平時的訓練成果 還有樂團搭上最新潮流打扮成魷魚遊戲的角色在台上獻唱 台下的官兵們大聲吶喊現場氣氛 嗨到最高 好看到沒有很多人沒有戴照 可以容納七百多人的室內空間被塞的滿滿滿 好這就是晴天廳我們剛剛看的一個密閉的一個空間 這個是被鏡頭捕捉到了 相信這樣的狀況很多 而且 本身我們後面會看到更驚訝的是 金房部的指揮官戴頭不戴口罩 他完全不戴 他不是把口罩拉起來 完全不戴 只有他完全不戴口罩 這個叫執法犯法 甚至有人直接露出整張鏈 好這個就是陳中文 我們看一下我之前還在講我們中華民國陸軍軍官 將領的素質 你從上看下看左看右看 我覺得主持人都比他 看起來像軍人 你看這個樣子 你相信這是一個我們重要金房部的中將 的指揮官 的樣子嗎 這個劉帶討論我們看後面發生什麼事 來培養彼此之間的情意 金門防衛指揮部30號舉辦72週年的步慶 同時也展示社團的成果 活動現場準備許多精彩的表演官兵們 情緒激昂 但是好像有點太過投入 連指揮官陳中文也沒帶口罩 看到沒有 這一排的貴賓席詛咒 入境的12345 五個人只有他不戴口罩 這就是陳中文 我入院87年班的同學 那為什麼前面講到 當太監出來的一定會出問題 他就是太監出來的 他當過誰的 辦公室主任呢 他當過貨首頁老貨 36期現在國安院的院長 貨首頁 在當參謀總長的時候的辦公室主任 所以無法無填 就這個樣子 他可以公然不戴照 然後在 11月30號剛考試 我們如果沒記錯的話 世衛 世界衛生組織是在11月26號 公告 Amacron是全世界 要極端注意 特別注意的一個新的變種病毒 要各國提出注意提醒 各國注意 公告是在11月26號 11月30號就開始狂歡 在勤電廳這種密閉空間 如果是在戶外 勉強說得通 這是在室內一個花崗岩的一個 像山洞一樣的一個 密閉空間裡面700個人群聚 而且 互相之間保持都不到 1.5公尺 指揮官陳中文帶頭不戴照 狂歡 這個是不是 如同新聞標題寫的 熱鬧不信太大意 指揮官也沒戴口罩有沒有看到 口罩和一旁的人交頭接耳似乎將防疫規定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帶頭 不遵守防疫規定這個是要開法的 而且我個人認為 這次大型的聚會 跟那種 我們看報紙 新聞講的 什麼歌友會的人數都要多了嗎 之前有去參加什麼歌友會唱歌的 比那個還要嚴重 連這個阿公都知道 當然會影響整個部隊 整個可能戰力就整個損耗了吧 疫情還沒完全區換 現在又有新型變異株出現 還是需要小心提防 畢竟軍人都是群體生活 一旦有人染疫 後果恐怕不堪受想 華視新聞李文斌 明志純審理中今天報導 這個我到時候會貼出來再給同學看 這是解答同學今天 James同學的問題 我昨天講的什麼叫做 在 陳中文 一到 金房部接賀政的位置 就搞一個對慶72周年對慶 11月30號沒有錯 對慶很重要 是需要慶祝 疫情當頭 我講過世界衛生組織11月 我沒記錯的話 11月26號就把阿博狂列為全世界要注意的嚴重的 威脅度很高的一個變種病毒就提醒各國 金房部11月30號照樣 不帶造狂 就是脫造狂歡 然後呢 自己不帶造 不帶口罩完全不帶 700多人群聚在室內空間 這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坑道 還有人沒帶口罩 一旦出現防疫破口 恐怕就會影響到金門的戰力 現在不是影響到金門戰力 萬一 這一次群聚真的 有人染疫 有官兵返台架或是民眾洽工到 台灣來 是不是就是防疫破口 這中間會不會有 老共 企圖藉由群聚來傳播阿姆光的病毒 說不定會有 因為大陸的 很多很多省份 什麼西安也好那個疫情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我們認為 金防部是完全沒有 陳中文 我們剛剛看的完全沒有任何的 這種防疫的概念 這就是我解答同學的問題 什麼叫做晴天丁裡面 不帶 不帶照 拖照 狂歡 就是這樣來的 那我就把這個當成一個小單元算解答同學的問題 解答我昨天的問題當個小單元 至於恰不恰當 同學自己去判定 至於他有沒有形成破口的可能性 同學自己去判定 但是 以這個影像跟新聞報導 在12月1號 發佈出來的 這個內容 鏡頭裡面來看 確實跟我講的一樣 指揮官道部 72週年對氣沒有錯 難道不能改靜態的一文活動嗎 來做慶祝嗎 一定要這樣狂歡 這個就是 老邱手底下的 強兵在將的 將 這種將領 還是我入院的同學 你認為我們能打勝仗嗎 你認為金門不淪陷嗎 才怪 這樣子 同學自己判定 所以我講說我們現在是太監治君 同學可以 我把這個貼出來同學自己倒帶在看 這個反正可以自己 你去 連結也是YouTube的一個影像 同學自己去看吧 看我有沒有講錯 我們為什麼憂心 國軍是沒有戰力的 你看到76年班的陳中文 剛去金房部司令他那個樣子 你認為金門會有戰力吧 這樣子 但不代表全任的賀政沒有問題啦 哈哈 他手底下的 我不知道 林帝智那個金房部的 參謀長 又是 那種文昌筆什麼東西都往家拿 然後呢把洗衣機隔海送回家 那是金房部參謀長 金房部的正在主任 剛剛才被 調走 說涉及不當男女關係或是不當接觸跟老共 現在的陳中文 前面的賀政 金房部 他不捨屬一窩啊 這樣子 老邱你告訴我們你的強兵在將你的將 是怎麼選出來的 你是用什麼方式選拔的 你 一天到晚要打多久就奉陪多久這種貨色能夠奉陪嗎 這樣子 官會講大話 官會胡說八道 那陳寶瑜你不用震怒嗎 先不要去管BMI值 這種降臨 你在台灣派化學兵去噴灑消毒很辛苦 他那邊一次700個人在秦天丁密閉空間團聚嗨唱脫照 指揮官帶頭不戴口罩 交頭皆惡 整排第一排的座位只有他敢不戴口罩 他最大 他比天王老子還大 他比疫情還大 他比陳時中還大 你做何感想 你要不要震怒啊 那我們這些奉公守法的 按照防疫規定的 是不是活該倒楣 萬一真的破口被拉破了 他怎麼跟全國人民交代 你不用震怒嗎 好我就講到這個地方做個小單元 結束前也再一次 剛兇紅 我後面有一個 大家常常看到的背景就是 我的 一本書也鼓勵同學藉由購書 來 做一個鼓勵 200塊一本 購買之後你可以做任何的運用 捐贈 相關慈善單位 鼓勵閱讀也可以 那你就可以來上 一個小時線上也好 實體的一個小時的 學習諮詢 那今天同學有提到說 小朋友 屬於兒童美語這個部分的 英語學習要怎麼學才好 我給他的答覆是 家長只要拋開分數主義 那這個跟教育部 相關的單位也有關係 為什麼要出這種 英文的部分要出這種 被多分的考試的考題呢 為什麼不能像我這樣子用人文素養 不要去管學校的分數 自然而然培養小朋友 吸收運用英文 打底 不要去管學校考試的分數 所以小朋友在學校不要去測驗他 以分數為主的成績 才能夠學好英文 所以我在這邊也呼籲 比較開通一點的家長 不要去 以小朋友在學校的 考試分數高低作為他學習英語的成效 可以多多來報名我的閱讀的人文素養課程 帶著小朋友從 閱讀雙語的閱讀當中慢慢的建立良好的 英語的閱讀 理解的人文素養的一個 這種能力的培養 好那我們今天就講到小單元講到這個地方 時間 19分鐘不到20分鐘相信 短的問題解答 能夠達到同學 之前要求能夠多一點 這種問題解答的小單元 我今天就做一個問題解答小單元 提供同學 做一個思考的方向 也解答James同學 問的晴天廳 脫照狂歡是什麼意思 我現在解答完了 感謝同學我們明天再見 便結束了 按照片 解答